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颗手机要有两颗镜头 现在这个手机才卖得出去 那再加上车用这个部分 对于镜头 这个当然也是需求非常庞大 一台车 现在很多所谓的自动驾驶车 如果说要这个地方达到它的一个规格 可能要用到32颗的所谓车载镜头 所以大家都在疯狂所谓的光学概念股 可是先提醒大家 那这么好的一个题材 商机这么庞大 真的能够因此而赚到钱吗 这就要去仔细评估 毕竟每一家光学股 你去看都说在切入这一块 那到最后真的有能够去赚钱的 可能也只是少数 那像华金科的部分就观察到 那有手机双镜头的需求爆发出来 有车载的镜头爆发出来 可是有没有赚到钱 第二季的EPS还亏了0.07 不只是业外有汇兑损失 本业也还在亏钱 那进入第三季呢 7月营收8.4亿 又比去年同期减少5% 换句话说题材很多 可是并没有业绩 因此真的受惠在做成长 那这样的公司我都提醒大家 你要做就是跟着题材 赚一点短线可以 不要去这个地方想要长期投资 除非真的见到业绩开始出来 那技术面的部分要去注意的是 现在股价因为这个消息 说高通要找他合作之后 连拉两支涨停 那两支涨停很多人说买不到 可是我也观察 怎么前几天的成交量都有七八千张 那量从哪里来 这一点要去思考 更重要的是 今天开高爆量出来之后 马上击杀翻黑 好 那已经在早盘 这是早上我印的 就已经有3.8万张的巨量 预估量 今天可能有这个7万多张 那7万多张的成交量 这周转率已经有这个 这个现在早盘就已经超过10% 周转率都已经超过 今天会超过两成的情况之下 K线是开高走低 一根空头吞噬出现 那就要去思考 为什么这么大的利多 还有人要卖股票 谁在卖 谁有那么多股票可以卖出来 这是要去注意的 所以这种爆量的股票 不是说就一定会跌 有些股票爆量洗完盘 马上供过高点 后来也可能飙上去 但是不多啦 像我们的美其马 爆量臭继续涨 但是可能10当里面 就这么一档 那8档股票 这个10当里面 可能有8档股票爆量之后 这地方就要去观察 如果不能够竞速过高 这会怎样 就可能会有转弱的信号 所以我会提醒 黄小姐在这地方 手中的华金科 应该是要 这个抗农有回的阶段 要见好就收了 这是给黄小姐 或是手中其他 有华金科的投资朋友 就要一点操作建立 好 回来继续谈大盘指数 这个礼拜行情 可能跌破很多人眼镜 明明这地方消息面 利空一堆 怎么股市现在 已经一直涨一直涨 哇 从上个礼拜 跌到10225 涨到今天 最高已经来到10515了 再涨个100点 哇 又要过新高了耶 为什么会这样涨 当然事后 可能很多人 都会找一些理由 来做解释 但县荣老师 你会发现 我不需要做任何事后诸葛 来做找理由做解释 事先就已经跟大家做好规划 做好叮嚀 做好预测了 对不对 有来我Facebook 看我台股盘后报告的 应该都知道 5月18号 我就已经跟大家提醒 这一次的拉回杀短多 将是站稳万点之前最后买点 那时候川普先路到通勒门风暴 美股也在暴跌 台北股市碰到万点之后 掉下来 很多人说万点魔咒了吧 我说不是 技术面上来看 震荡向上格局不变 拉回杀短多都是最后买点 对不对 6月份 那时候大盘 因为美国科技股重挫的影响 拉回杀短多 我也跟大家讲 这次拉回来 守住10025之后 万点将会台北 成为台北股市很长一段时间的常态 那包括上个礼拜 大盘急跌到1025 有到我Facebook粉丝 这个专业看我台股盘后报告的 也都知道啊 上个礼拜我们跟你解这一根K线 开高走低一根长黑 很多人说完蛋了 这大盘这么弱 没股涨 我们都会这个杀个100点下去 我说这叫做最后吞食底 它代表什么 卖亚一股作气宣泄完毕 接下来多头反而准备酝酿一个反攻 要开始出现了 对不对 结果呢台北股市 是不是都按照县荣老师 技术分析的规划跟预测 现在又反攻上来 准备要来挑战高点 所以你仔细看就知道 真的很多人都说 县荣老师在看大盘也好 在选股票也好 不是像其他投股老师 涨了才来看多 跌了就在那边看坏 真的都能够很客观很理性的 帮投资朋友去预测 去掌握好未来的行情 好 当然如果你关心指数 接下来 今天已经站回到月线之上 有没有机会继续往上攻击 今天是礼拜五 县荣老师 每个礼拜五都会在我的Facebook 里面分享一篇台股的盘后报告 针对这个礼拜的检讨 未来的一个展望 会给大家一个台股的一个周报 一个礼拜一次的一个周报 欢迎投资朋友 这地方 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 按个赞加入最终 或者是呢 有用智慧手机 有在用LINE通讯软体的 也都欢迎这个地方 将县荣老师加入到你的好友名单 县荣老师的账号是 小老鼠YOUR BEST TEAM Your best team 加入之后 县荣老师都会利用这些管道 分享这个我对盘市最新的看法 那不过当股市 今天已经站稳在万点之上 长达68天了 完全按照县荣老师的预测 现在台北股市万点变成一个常态了 对不对 可是我知道很多人都说 占了万点了 没有感觉啊 为什么没有感觉 没有赚到钱当然没有感觉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没有赚到钱呢 关键就在于你买错的股票 爆错的股票 我还是强调 做股票你要成为操盘高手 不是指数涨就好 你要主动的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这样才能够成为赢家 但是我也要再三强调 所谓的太弱则强 电视上也很多头顾老师这样跟你讲 可是呢 都是在带你做什么事情 带你去追 那个已经涨翻天的股票 告诉你这叫强势股去抢去买 这样能够去帮你赚到钱吗 不行嘛 对不对 就像三四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矽晶元在大涨 对不对 那时候很多人就去买台胜科 很多头股老师就叫大家去买 那当时我在节目当中 回答一位郑小姐的持股诊断的时候 就在解台胜科 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当报纸都在告诉大家 细晶元还会再涨的时候 我说下半年涨势未如预期要小心 而技术面上来看 当股价大涨三倍 一堆头股老师在推荐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到技术指标已经高档背离 就连投信在追高之后也会套牢 那这代表什么 谁在卖 有更大咖的大户在出货了 所以我当时特别叮铃 台胜科那时候股价已经抗龙有悔 居高思维反弹 都是要找卖点的 好各位投资朋友 那时候的台胜科 最高涨到是130几块 139块 现在几个月过去了 指数已经从三月份的时候 先看一下大盘指数好了 三月份的时候指数在这里 还没上万点 现在已经涨到10500点了 台胜科后来却从139块 一直跌到一度跌到七十几块 最近稍微谈一点 还在八十五十块 还没有能够过高 很多人还套牢在高档 对不对 好那不止台胜科 很多人三四月看到这个矽晶元长 跑去追台胜科 然后跌下来 就把他丢在一边 不管他了 又再叫会员朋友去追什么 去追游戏软体 那时候游戏软体正夯嘛 对不对 大雨滋从123飙上去 200多块 一堆头顾老师在跟大家讲 讲说他的游戏仙剑奇侠转 在中国上市卖得很好 一个月营收可以上看亿元 获利可以上看五千万 一个月EPS可以赚一块 股价可以跟谁比价 涨到哪里去 是不是那时候200多块的时候 一堆头顾老师在跟你这样讲 好那时候有曾小姐来电咨询 我还特别提醒 这时候股价翻了140块上去 市值已经增加67亿 一个月你说可以赚五千万 又怎样 人家大股东 早就已经不看上这五千万 荷包已经满满 股票就已经赚得够多了 这时候一堆老师在喊进 融资在大增 一堆散户在买 那股价为什么涨不动 反而跌破月线了 谁在卖啊 要去思考啊 都特别叮咛 这叫做抗龙有回 反弹都要找卖点的 各位投资朋友 那后来呢 后来大宇兹一堆人 大涨跑去追 现在跌到剩下多少 最低跌到七十几 这两天终于反弹一下 也才九十几块啊 距离200多块 还有一大段距离 还很多人套在高档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了解 我再三强调 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不是叫你去追那种 涨翻天大涨的股票 你这样子去买 大涨才追 急拉就抢 有利多你就乱买 其实都是我说的 乱买股票啊 行情好 运气好 有时候也会赚一点钱 赚不了多 因为你也知道你是追高的 你也怕 你会不会当最后一只老鼠 有赚一点就跑掉了 怎么赚得多呢 对不对 然后运气不好 长期来看 其实不用运气好不好 跟大家保证 长期来看 这样乱买股票 一定都是赔钱的 那县荣老师 我再三强调 所谓的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不是叫你去追 那个已经涨翻天的股票 叫太弱则强 重点 你要先去看东股价的结构 除在哪一个位置 潜荣物用的股票 不要碰 抗龙优惠的股票 赶快跑 要买 买在见龙再天时 等着抱着他 等着飞龙再天上去 这样才能够赚到 一波又一波的大波段 所以县荣老师会提醒大家 重点你要先去看东股价的结构 除在哪一个位置 那如果潜荣物用 抗龙优惠的 该出还是要出 那你不晓得你手上的股票 会不会像台胜科 会不会像大宇治这样 其实都已经抗龙优惠了 准备要反转下来了 都已经在做头了 你还不知道 还在继续抱 还在继续买呢 如果万一担心你手上股票 或是说到现在指数上了万点 你还没有感觉还赚不到钱的 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COIN专线 COIN进来 让现龙老师能够去帮助的到你 那现龙老师带你做股票 我才能够去帮你做好 所谓的太弱则强 锁定真正建龙在田的股票 什么叫建龙在田的股票 当然就像我们在谈美奇马 对不对 现龙老师怎么去挑出来美奇马的 你要去看得懂 不是这地方做电池材料就好 做电池也很多 对不对 必想也是做电池的 做电动车的 结果呢 现在财报都交不出来 不是有做电池就好 这一点我要再三叮咛 重点你要去看他公司 就是有没有真正的竞争力 业绩有没有因此而走高 这样的股价才能够真正走一个大波段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为什么挑美奇马 就是看到了他的主力产品 电池材料 跟氧化触媒 这是七月份写给全国会员会的分析日记 占他营收比重各五成 去年赚了1.89 要配发1.55的现金 殖利率我说3.5% 这都比定存好很多了 重点是公司看准了电动车市场 触及甜蜜点臭 电池材料大幅度成长了 所以开始透过转投资 正在积极扩充电池材料的产能 总共新增一条新产线 两条旧的产线也在扩大产能 现在提升电池正极材料的中产能 已经有五成左右 订单掌握在手中 营收已经真的在创新高上来 启动成长动能了 现龙老师挑股票是这样去挑选 真正这样股票才会有 所谓大波段的机会 但是不是说像其他投股老师 看到股价飙上去了 一堆人才这时候一路的追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是买在什么时候 那时候股价才在低档44块 根本没有人在看美奇马 那现龙老师本来是买 上半年操作什么 康普嘛 对不对 上半年我们康普获利五成 顺利入代称 卸下来转进到4721的美奇马嘛 对不对 那后来康普也涨 但是涨了两三成 但是美奇马后来股价 从这地方四十几块买进臭 一路的飙啊 对不对 大赚了超过一倍的幅度 谁能够带你去赚一倍 不是后来飙上去了 带你去追的人 能带你赚一倍啊 对不对 是能够带你领先市场 买在低档 买在建容在田的时 这样才能够带你赚一倍 那现在我们已经建议会员 先出一半 444块买的 为什么要出一半 因为本来买一百万 现在已经变成什么 已经变两百多万了 这时候 我们两百多万先出一半 不就等于原始资金收回来 剩下还有一百多万的股票 继续抱着嘛 这等于零成本了嘛 这就还是真正能够去长期投资 赚到钱的方法 当然怎么去找美奇马第二 强调不是说做电池就好 你可能这时候 才去买其他电池的股票 你可能在这个产业 最热门的时候 去买了最弱势的股票 提材热的时候 你会赚 赚得比别人少 提材一退烧 没有业绩的公司 可能跌得比谁都快 这一点再三叮咛大家 所以要找美奇马第二 提醒你 不是做电池就好 重点是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 就像宪荣老师那时候 挑出来的美奇马一样 你还要再观察筹码面 有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这样才符合美奇马的条件 才有机会成为美奇马 第二 其实我们不只赚一档美奇马 你看到我们自身科 当时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条件 挑出来的股票 六十几块 发现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 带着会员朋友 掌握倍数的利润 对不对 像我们的美奇马 这为什么能够掌握倍数的利润 对不对 是不是也这样来的 连得上半年 为什么我们八十六块就在买 现在两百多块 我没赚那么多 但是也赚了四成以上 对不对 康普我们赚了五成 怎么去挑出来的 都不是掌翻天 带会员去追能够赚到 而是按照我们的SOP 一档一档挑出来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责任 在帮助每一个会员朋友 锁定有爆发力产业 找出有竞争力的公司 领先市场买在第一档 目标就是一档一档大波段的获利 现在新黑马我们也在锁定了 其实今天股价 有人都开始加温上来了 我只提醒大家 今天的收获 是来自于昨天的播种跟耕耘 我们会员能够去赚到美奇马 赚到康普赚到自身科 这样大波段 都是事先就已经跟着我们 播种跟耕耘才有的成果 而明天的收获 记得要靠今天的决心跟付出 今天下定决心 来找信隆老师 加入极品操盘团队 明天才能够掌握这样真正 大波段获利的机会 那想掌握的 再提醒大家 操盘高手养成班 礼拜天就要开课了 而我们感恩巴巴的优惠 现在也最后一天的一个时间 想把我的投资朋友 敬请在这地方 待会休息时间 今天就来找我们 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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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祝全天下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会期加码 加高手养神班 感恩巴巴 超支优历17.6 父亲节优惠只要8.8 请你立即拨打洽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好看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也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运达头顾 接评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下轻推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那这个礼拜天 我们就要来帮大家 上这一次的操盘高手养成班 很多人这几天都在问 那现龙老师教这些操盘高手养成班 还要教技术分析 跟其他投股老师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要强调 很多人也在教大家 所谓技术分析 有人教你K线 有人教你波浪 有人教你怎么去算 移动平均线 这些当然都很重要 但是我强调 如果你都只是学个 一招半市而已 你会发现到最后 你一知半解 不但没有赚到钱 反而这地方 因为一知半解的知识 让你在这股市里面 看起来好像这地方 东比散户多一点点 却没有能够真的赚到钱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技术分析我强调 真正的高手 你要去把技术分析六大门派 K线看人心 形态只涨幅 波浪你要去多掌握循环 指标去抓转折 这个筹码去亏电手的底牌 价量去看对手 看股价的未来 这六大门派 你能够去灵活运用 融会贯通 你才真的能够去晋升为 所谓的操盘高手 那灵活运用 融会贯通之后 能够怎样 第一个 指数多空转折 你就能够去掌握的好吗 对不对 就像献榮老师 你看到两年前 10014高点 这是我当时提醒投资朋友 你要开始建立空单部位了 为什么 因为技术分析告诉我 大盘已经过热了 大盘要做一个回档了 要把我人生有难得 有几次万点可以空的机会 所以当时 献榮老师都已经提醒大家 指数要注意会回跌到哪里 这条线叫做十年线 对不对 风险一定要有 要建立空单部位 为什么献榮老师 10014高点知道要全力放空 要开始建立空单部位 会跌到十年线 技术分析融会贯通的结果 对不对 再来看到 为什么大盘真的跌到十年线的时候 跌到7203 跌到7662 那时候二度来到十年线 消息面利空不断 苹果说在砍单 沙古地阿拉伯在断交 北韩在爆清淡 人民币在重扁 路股在熔断 油价在急跌 美股在重挫 这么多的利空 大家都觉得 真的股市为救了吧 很多人 万点全力做多 7000多点才在放空 那我说这时候该怎么做 讲得很清楚啊 从技术面上来看 这时候大盘已经度过了末跌段 脱离底部区 准备进入出生段了 所以建议所有会员朋友 在去年7000多点 10年线附近 全力拼大的 各位投资朋友 你光看这样子 你就知道技术分析 能不能够去帮你 重点是你要能够像 现龙老师这样 那现龙老师怎么去把 融会贯通的 这一次的操盘高手养成班 就要教你 对不对 为什么一年前 6月份的时候 我就已经预测股市 准备展开第三波主声段 多头火速归队 满足点上看万点 那时候才8400点 8500点 现在已经10500 10600 涨了足足2000点 2000点价值多少 有在做指数的就知道 2000点 1.200块 光这一个 就已经价值40万了 光这张图 其实你能够去学会 就价值40万了 对不对 而现龙老师怎么样 去预测出来的 怎么样去精准掌握到的 这一次的操盘高手养成班 都要教大家 那不只是指数 指挥指数当然没有用 重点股市结构学 操盘不知结构是何物 学变技术分析也枉然 现龙老师要教你的 什么叫股市结构学 简单的说 为什么60几块的自身科 我知道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 要全力来做布局了 对 为什么我们能够赚到 这样一个大波段 一倍的利润 好 为什么康普46块 我知道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了 为什么我们能够掌握到 这样一个波段利润 为什么每起码40几块 我们知道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了 为什么我们能够掌握到 这样一个倍数的利润 这就是这次操盘高手养成班 要教大家的东西 不只是技术分析 现龙老师要 传授20年的功力 来打通你任督二脉 帮助你成为操盘高手 提醒大家 只有这一次的机会 想把我的投资朋友 想成为操盘高手的投资朋友 都尽早来做把握 那也叮咛大家 礼拜天就要开课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们的一个这个 感恩巴巴的优惠活动 今天也会是最后一天 想把我的投资朋友 记得都尽早来跟我们的 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把握最后的机会 好好把握加入现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掌握大波段 获利的好机会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最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